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段讲的都是家庭之恶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根本 家庭如果出了问题 社会就不会有安定 世界也就失去和平了 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世界 大多数家庭都有问题 所以社会动荡不安 天灾人祸 频率增加 灾害的程度加重了 原因都出在这些地方 我们再细心观察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们从恩尚果尚都明显地能看到 夫妻不和 在前面已经和各位说过很多 注解里面注得好好 代妻而和而敬 代子而严而正 这种是古时候 不单止是圣言人的教会 诸佛菩萨亦无量阳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看不到 心行和圣教完全相违背 不已你代妻 则失畅随之意 现在谁当得离 什么叫离 离失了 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 古德教人 得行的标准有五个层次 你。 Abdul先生或负 are raging 带到离乘 usar Gayano 有 biblical为神 瓶的欣语 度不一定无法 必得不难 我得不败 其他的不败 Pikaniria 尚未难无法 足以爱 败好难 nie不存在 不败好胃 天下教 vida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乱象就是无离 第二句 失礼于求孤 主界里头也讲得好 夫事求孤 就是媳妇 怎样代她的公婆 寇是公 姑是婆 先生的父母 我们现在看到的婆色不和 无办法相处 在全世界几乎每个个个我们都可以看到 圣人教我们的 夫事求孤 一如子事父母 现在讲不上了 现在儿子不懂得孝顺父母 媳妇怎会懂得孝顺公婆 哪有这种道理 父子不相容 母女不相容 现在是这种社会 人和人之间 完全是厉害 有利的时候 彼此利用 离失之后 反目承受 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传统 传统的传统 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传统的传统的道德 现在是荡然无存 正是古人所说的 父不父 子不子 家不家 觉不觉 大乱之势 李炳南老居士 往生前一日 和学生说 世界已经乱了 诸佛菩萨 神仙降范 都救不到 我们想想这句话 是真的不是假的 什么人有力量 能教化一切众生回头是岸 他回不到头来 他向什么地方走 就是睁大眼看着他向地欲客 他不是向天堂走 他是向地欲走 诸佛菩萨看到这种情形 亦无可奈何 只有等待 等他堕地欲 等他在地欲里面受尽苦头 哪一日悔过 这样才能再教化他 他不会悔过佛菩萨对他亦无可奈何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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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